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 阴影说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就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哟 一定要看到最后时刻 从上幼儿园起 就有几个相同年龄的小朋友 一直在陪伴着大家 如今30年过去了 有的人的孩子都到了上幼儿园的岁数 这前轮依旧这么大 他们就是蜡笔小新和他的小伙伴们 咱们今天就来看看 他们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子 第一位 蜡笔小新 长大后的小新 脸上终于不再是肉嘟嘟的了 瘦瘦的脸 立体的五官 加上一头打理的不错的碎发 看起来很帅气 在生活中 长大后的小新 也去掉了自己小时候瑟瑟的样子 但是一脑袋的奇妙想法 依旧保留着 当然了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从小就任性的习惯 直到长大也没有改掉 第二位 小葵 在蜡笔小新中 最可爱的叫出小葵了 记忆中那个 成天穿着尿不吃 成天爬来爬去的小女婴 在长大后 完完全全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 当然了 肯定也是越长越好看了 不仅如此 她这一脸英气的面孔 意外的有一份帅气 第三位 封肩 小说的封肩 在小伙伴当中 算得上是最可靠的一个了 董事早十大题 就算是有点小傲娇 也不影响什么 在她长大后 单论样子的话 她可能是变化最小的一个 或许是脸和发型的辨识度太高了 一眼就可以辨识出她的身份 当然了 去掉婴儿肥的她 已经长成了一个精神小伙 只是因为长大后 面对的东西更多了 所以生活就更焦虑了 这也算是成长的烦恼 最后就是小欣的爸妈 广志和美牙 在培养小欣长大成长这条路上 磕磕绊绊的总算熬出了头 为此广志都愁成了地中孩 而美牙更是变成了一个肥胖大妈 看来养孩子真的不是件年轻事 尤其是摊上了小欣这么皮的一个孩子 好了现在豪贵公布本期的猜头单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